游聂远 蛇诗曼 吴锦岩 徐凯主演的《沿喜攻略》顺利收官 而在大结局中 袁春旺的绅士之谜 却留下了不小的伏笔 他到底是相眼农妇和匪徒生下的儿子 还是雍正流落在外的皇子 一时间众说分坛 网友猜到脑壳疼 不如我们先来回顾下太后 关于乾隆身世讲个几次故事吧 他第一次和皇上使这样解释 前世只是一个碧里破例做了哥哥 乾隆出生后命得贵不可言 为了他和雍正有个远大虔诚 便被抱来给太后抚养 后被拆穿卫甲 太后第二次借卫宁多之口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太行山 前世为就雍正换了雍正的衣服 去引开匪徒 最后为身土匪而自尽 为了保全这个秘密 太后才不肯说出真相 但第二个版本仍有破绽 太后亲自出马帮魏英诺元皇 说出了第三个版本 乾夫人是他杀的 但却是雍正爷下的命令 乾隆在死之前委托自己照顾乾隆 把自己摘了个一盏二镜 而听到元春望提起太行山的故事时 太后明显变得很紧张 秉退了左右 她又讲了第四个故事 乾隆换上雍正的衣服 引开匪徒 被匪徒索入 她身上穿着雍正的金丝蟒袍被匪徒抢走 匪徒换上这身衣服去了农妇家 为无减卫是王爷 所以元春望并不是皇子 而是匪徒生的儿子 听了这个解释后 元春望急火攻新疯了 但当皇上说 要杀掉元春望时 太后又加以祖兰说 皇上就听我这一回吧 明显二是元春望 的确为流落民间的皇子 所以她前面讲的故事 要么都是假的 要么半真半假 而皇上看着太后 那若有所思的眼神 是明白什么了吗 冒着谎言被揭穿的风险 也要保住元春望 还有网友脑洞大开猜测 元春望 是太后和匪徒生下的儿子 留给了农妇收养 太后回到宫中 看到前世的儿子气不过 所以杀母夺子 可惜目前几种猜测都有扩展 只有一个真相可以肯定